内湾老街是新竹县的热门景点 相信很多人都有去走过的 就是内湾吊桥 在这里可以俯瞰西谷美景 但是今天清晨传出了火烧桥的意外 居民是赶快端水用灭火器来救火 而这消防队也拉起水线 花了四个小时扑灭 但是这一烧却是烧出了有四米长的大洞 常常在狠山内湾吊桥上 怎么会出现一个焦黑的大洞 原来今天清晨发生火烧桥 幽暗山谷间浓烟四起 居民发现赶紧报案 并做初步抢救 不让火势蔓延开来 警方于4点42分接获110报案 并通知19相防队到场 立即水线灭火 当下情况是火还蛮大的 烟也蛮大的 那我们早上早起运动的乡亲 当然我们就拿水先暂时做预先的处置 底下也在闷烧了 十分钟之后 那我们恒山分队的消防的水车也到现场降温 居民端水 代表南密火器全都赶来救火 消防队也拉起水线 花了四小时才完全扑灭 火灾造成桥面破损 烧出宽一米五 长四米的大洞 木板变形弯曲碳化 钢筋也熏得漆黑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延烧到缆绳与护栏 乡公所一早来会刊要求发包厂商两天内动工修复 目前吊桥两端以警戒神与交通锥封锁现场 阻止游客靠近以免危险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说吊桥上会起火 我们也要呼吁到内湾来游玩的民众 因为确实一定影响到结构及安全的问题 暂时都是封闭的 起火原因由消防局进行火钓 本所积极钓跃 内湾吊桥周边监视器 以厘清起火原因 预案就办 严惩不法 消防局展开火钓 来到桥墩下减实燃烧残留物 等待化学鉴定 确认是否有易燃物质 警方也调约路口监视器 找寻可疑对象 不论人为特意纵火或意外导致 都要追究责任